郑元通这在修行当中绝对是大成就 问到大师之菩萨 大师之菩萨就说 对于元通的修行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没有其他意见 以我自己念佛三昧的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下面说的都是六根 敬念相继 这两句是全章的重点 就是这244个字元通章 这两句是教我们 怎样正元通的关键教会 也是我们引用最多的经文 过去印光大师 特别把元通章 就是念佛元通这一章 从整部楞严经提出来 放在净土四经之后 称为净土五经 原因就是印主认为 弥陀经只讲信愿行 并没有具体说念佛的方法 只讲了一句一心不乱 怎么一心不乱呢 自己看着办 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无量寿经》呢 只广泛地描述 极乐一正庄严 弥陀鸿生怨立 讲到往生方法呢 三倍往生 也只是讲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这怎么个一向专念法呢 也是自己看着办 历代祖师引经据连给予解释 但是印主认为 对于念佛的开示 最精彩最简单的 不过于原通章这一段经文 所以印主在选原通章 入净土经论的时候 是明白这样说的 只此一章 可以与弥陀经 无量寿经相提并论 这一章道记念佛的净华 而这一章的净华 就是这两句 兜设六根 敬念相继 这是大师之菩萨 正元通的方法 兜设六根 这个字 这个兜 多音字 念都也行 首都的都 念都 也可以 习惯上我们念兜 兜设 全部都包括了 射是什么意思 一把抓住了 好比这个东西很凌乱 我把它整理一下 归到一起 就是这个意思 六根 原本是六根 现在把六根射到一处 这叫兜设 用什么去射到一处呢 用净念 把六根射到一处 六根 眼耳鼻 舌身 翼 前面五根 是身 翼根呢 就是我们常讲的 心圆翼马 那个翼 心响的成分 偏多 我们的六根 平常 是很自由的 所谓自由啊 就是它很随意 眼睛一睁开 想看什么 看什么 看到好的 马上就反馈回去 说主人 我看到好的了 你赶紧高兴一下 于是这个心 就特别高兴 看到讨厌的 马上就扭头 然后同时传递命令 主人 我看到不好的了 讨厌一下 这是我们的眼根 跟这个 我们的心想 互相配合 耳根也不例外 六根 平常啊 都是属于 这样一种情况 现在 把六根 收射到一处 不要让它乱跑 用净念 去兜射 这个净念 用大师至菩萨 前面所说的方法 就是念佛 先说念 我们看这个字 平常听到很多 什么是念呢 精心为念 就是现在的心 这就是念 现在的心 在干什么 诸位菩萨 现在的心 正在做什么 常常这样去观照 修行就是这样 常常提起观照 观照 我现在的心 在做什么 念佛人呢 我现在的心 我现在的心 有佛吗 现在的心上 有佛 这叫念佛 能够把 这句佛号 一直保持下去 没有干扰 这叫 静念 一直保持 不间断 就叫相继 相继就是绵绵绵绵绵绵 一直延续下去 其实啊 念佛的方法 真的并不复杂 简单至极 就是这句佛号 守住 一念又一念 念念相续 不间断 人家说 还有没有秘诀呢 没有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啊 那算了 不要学了 其实 就这么简单 就非常不简单 试试看 能保持多久 就是在我们的心上 这一句阿弥陀佛 看看 念念相续 能保持多久 不容易 能够念念相续 中间不断 不间断 不夹杂 不受干扰 念念提起绝兆 相当不容易 初学的人 恐怕一分钟 都不容易保持 念着念着 念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了 口还在念着 心在哪里不知道了 等到我们想到 我在念佛呢 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好不容易提起 高度的警觉来念 又会发现 这不对呀 我不念佛 没妄想 怎么越念妄想越多呢 这是开始用功了 开始用功的时候 妄念浮现出来 不是不念佛的时候 没妄念 而是不念佛的时候 没有发现妄念 妄念原本就在 绝不因为我们不修行 妄念就不见了 如果那样 我们不用修了 所以这个地方不能误会 念佛好比是光明 照进了我们的心田 平常没发现 原来我的心里 有这么多茶草 有这么多污染 就像一间房子 千年暗示 从来没有人进去 房间没有光明 现在打开一扇窗 光明照进来 我们发现 这个房间里面很凌乱 里面有很厚的灰尘 于是我们就说 那要是窗子一打开 就有这么多灰尘 算了 把窗子关上 是不是就没灰尘了 这叫自欺欺人 关起窗子 灰尘还是照样存在 现在呢 我们念佛 这一扇窗子打开 佛光照进来 因为有绝照的功夫 发现 有了妄想 有了杂力 这正好是用功的时候 打扫卫生 打扫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些灰尘到处飞舞 不要怕 这很正常 最初念佛的时候 就是妄念纷飞 甚至会感觉到 越念真的会越多 几十年前 几百年前的想法 它可能都跑出来 若干年前的记忆 好得坏得 一股脑 全部都在心里面浮现出来 不要理会它 这很正常 专心在这一句佛号上 只管专心的念 这些妄想 杂念 不知不觉 它会慢慢沉淀下来 不要急 这里面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不要着急 因为有些菩萨 一开始念 发现妄想很多 于是就着急了 我要赶紧拼命念 越念越着急 越着急 妄想越多 心定不下来 所以不要急 这是用功的时候 最忌讳的一种态度 照记 急照 急于求成 于是心不定 心不定 妄念就更多 所以 专下心来 不要着急 就是这一句佛号 像什么呢 像滴水一样 一滴一滴 只要不间断 一直滴下去 那个石头 可以滴穿 这叫滴水穿石 我们呢 这句佛号 就好比那个水滴 一滴一滴滴下去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无始节以来的烦恼习气 会给它滴穿 只管这样念下去 就这么简单 正是因为这个方法简单 所以一切众生都可以学 有人说我们有文化 可以学吗 可以 我不认识是 可以 我以前造过很多恶业 回过头来 照样可以 还有人说了 我不会念汉语的阿弥陀佛 念泰语的好不好 太好了 因为泰语 好像更接近原本的泛语 还有人念方言 还有人念的可能 其他人都听不懂 都没关系 只要是在念佛 只要他认为是在念佛 就可以了 就这样一直念下去 念之久久 这句阿弥陀佛 自然而然 就打成一片 进而一心不乱 成就三位 这就是此地说 敬念相继 那个相继 是长久的功夫 敬念呢 是我们每一念 要提起的绝招 就是我在念佛的时候 这一念提起 不要让其他的想法 去干扰他 其他想法有 但是我专心念佛的时候 不要让其他想法干扰他 这很重要 这一念是清静的 然后让每一个清静的佛念 一直延续下去 这叫相继 我念一个小时 就相继一个小时 我念一天就相继一天 我念一辈子 每一念就是这样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专心念的时候要这样 平常 有意无意 随口念的那个例外 平常就像我们工作 或者是聊着天 也念着阿弥陀佛 看着电视也念阿弥陀佛 逛街也念阿弥陀佛 那个心 不一定能钻得下来 这是在养成念佛的习惯 不是此地说的敬念阿 敬念是不受干扰的念 就是我们现在在念佛堂 专心的去念 贪嗔痴 妄想杂念在 但是它不起作用 能够这样去念 那么这个佛号 就越来越相近了 念佛的方法太多太多了 其实说到底就这么简单 就是老实 就是专心 可是老实和专心 是最不容易的 所以说它最简单 却最不容易 专心 一切法门所修的禅地 都需要专心才能得到 三昧是禅地 如果不能专心致志 如何能得三摩地呢 得三摩地 三摩地 泛于音译过来的 翻译成中国话 叫等词 定会等词 也就是说 它不是简单的禅定而已 这里面有会 定会等运啊 二十五元通 每一位菩萨 最后都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们有别的选择 我只会这个这个方法 然后我用这个方法 得三摩地 我认为这个方法 最为第一 每一位菩萨都这么说 我们可能会想 这菩萨也太不客气了吧 每个菩萨都认为 最为第一 这就是告诉我们 适合自己的方法 是最殊胜的 大师之菩萨 念佛元通 最殊胜 观世音菩萨 耳根元通 后面也是同样 私为第一 最为第一 其实 这就告诉我们 佛法是平等法 没有差别 差别是众生的根性 适合我们根性的方法 就是最为第一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不懂得 大家的根性到底如何 好比这个医生 不会拔脉 只会开药方 那怎么办呢 还好 这个药方啊 是所有的病都可以治的 就是念佛这个药方 一切病都可以治 这叫阿且陀药 所以我虽然不会拔脉 不会看病 但是药方照脉 大家拿到这个药方 什么病 什么根性 这个病就是根性 什么根性 只要照这个方法去学 相信都会有 或多或少的成就 当然 最殊胜的成就 我们也希望 像大师之菩萨一样 在这一生 以都是六根 静念相继的方法 得三摩地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这是我们通过 对元通章 这一段经文的学习 所得到的启发 这里面还有很多 宝贵的教诲 可以衍生 比如念佛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 印光大师 所教的十念技术法 念佛的时候 从一数到十 很多人在用 很管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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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心里面记 然后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四五六 再然后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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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九十 三句三句四句 口里面念 心里面末记 不是口记 不是阿弥陀佛 一 阿弥陀佛 二 阿弥陀佛 三 不是这样记的 是心中暗记 印竹特别交代 这样记 有个好处 心 不会跑到外面去 这个心稍微 想别的事情一下 马上就记错了 从一数到十 不可以多 反复的这样去记 记到最后 不知不觉 不用记了 这个佛号 已经变成习惯 这是最后 跟大家分享 印竹所用的 都是六根 静念相继的 念佛方法 希望 诸位菩萨 都能够在 念佛法门的 修学过程中 境界越来越殊胜 将来往生 品位 都是上上品 那么我们这一生 念佛 真的 就没有空过 好 我们这一堂课 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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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